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歌手肖战久违了,粉丝呼唤舞台站上线。 肖战的光点在iTunes全球上线后,肖战歌手的身份也是再次被大家提及热议。 歌手肖战真的是久违了,好想念歌手肖战。 舞台上的肖战。肖战是年轻艺人当中。 业务能力很能打低艺人。除了演技扎实。 为大众奉上了陈情令《斗罗大陆》、《王牌部队》等优秀的影视作品之外。 肖战唱功绝对是很拿得上台面低。 肖战在2019爆火以后,参加录制的音乐类综艺节目《我们的歌》。 肖战在节目中的亮眼表现使得他不紧, 巩固了烹有鼎盛的热度还收获了更多的粉丝。 使肖战的人气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 肖战出演的影视剧都有他配唱的主题曲或是插曲。 肖战所有的舞台表演也都是可圈可点。 近歌热舞也不在话下,能抒情能摇滚。 能鼓风能潮流。 肖战出入娱乐圈的身份是爱豆。 近乎严苛的训练为他后续作为歌手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 肖战尖叫之夜的余年的舞台表演被 日本专业乐评人评为艺术家的表演。 所有舞台都是全开麦真唱,舞台效果次次出圈。 肖战入娱乐圈的初心就是唱歌。 在后来的事业推进中才慢慢将重心转移到表演。 但是歌手肖战始终是肖战的坚持。 演员、歌手就是肖战给自己身份的定位。 马上年末了,各大平台都纷纷筹备各种总结及庆祝活动。 作为当红的顶流艺人肖战,不知道会不会参与一下。 真的是特别期待啊,舞台战真的是肖战非常有魅力的一面。 最近两年是难得一见。 有粉丝说舞台战是一年见一次。 一次看一年。 希望肖战慢慢积累,相信一定有一天。 他会有自己的专属舞台,只属于肖战的大型演唱会。 到时候让我尽情歌唱,释放所有的思念和热爱。 用歌声表达一路的追随与陪伴,珍惜与感动。